李清照 有人将一辈子过成破败的旅店 他将人生过成辉煌的宫殿 思念是世上一种常见的慢性病 即便是科学发达的今天也无药可治 思念综合症的临床表现是 总认为那个人还没有离开自己 每天回忆甜蜜的片段和细节 有时候还会忽然发酵 忽然流泪 有些脾气暴躁的还会摔家里的东西 看见什么摔什么 千百年来 人们只能靠一样东西来减轻起症状 那就是时间 轻轻地 你走了 带走了所有的云彩 丈夫去世三年 清照行无定所 深情欢呼 终于身心俱疲的他病倒了 入夜 他猛烈地咳嗽 连起床倒杯茶的力气都没有 四十五岁的他写道 只控双溪 择猛舟 再不动 许多愁 这时候 一个叫张汝舟的人忽然出现 经常向他大献殷勤 这个人是个跳凉小丑一般的角色 史料上并没有太多记载 他是一个情场阴谋家 具有感情骗子的典型特征 风流倜傥 口才出众 彬彬有礼 死不要脸 他也是一个金钱万能主义者 信奉 有钱能使鬼推磨 如果鬼不愿意推 那就是你给的钱 还不够多 他会在一大群人的饭局上 主动坐到清照旁边 给他家财添酒 在大家聊得高兴的时候 他会忽然捧出一大堆玫瑰 献给清照 然后像个教徒一样 一脸虔诚 一字不漏的 背诵清照的诗词 为了接近清照 他与清照的弟弟 李康相见恨晚 经常一起出去玩 喝个酒 洗个脚 吐个槽什么的 两个人无话不谈 有一次交友 他真诚地对李康说 这个姐夫 我当定了 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上帝在创造女人的时候 似乎故意抽取 他们的某一根神经 导致他们经常在感情面前 失去判断力 如果男人骗数高超 女人更加无可救药 人生就像一杯茶 不会苦一辈子 只会苦一阵子 难道这孤苦的心 能再次得到照料 大病初一的清照 也被欺骗了 他孤独已久 流离艰辛 需要一个男人 来帮他遮风挡雨 这种要求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过分吗 一点都不 他相信了张汝舟的如黄之说 似锦之言 等到嫁入张家 清照才发现 张汝舟是个魏君子 他只是想获取 理清照身边的金石文物 张汝舟在密室的小黑板上 画了一个清晰的路线图 即如何制造温柔的陷阱 占有那些宝贵的文物 不得不佩服 他的心思缜密 风格大胆 但他漏算了一点 那就是 女词人的坚韧不屈 对于赵明成的毕生心血 清照视之如命 况且 他还要根据那些金石文物 整理出版金石路 张汝舟三天两头 索取逼迫 有一次酒后 甚至出重手 打了新婚妻子 李清照忍无可忍 无奈之下 他决定告上法庭 打离婚官司 那时候 两个人结婚才三个月 在宋代 妻告夫是惊世骇俗 闻所未闻的事情 李清照同时告发了 张汝舟的欺君之罪 张汝舟将李清照 取到手之后 洋洋得意 曾把自己科举考试 作弊的事拿出来自夸 宋朝法律很不人道 女人告丈夫 无论对错输赢 都要坐牢两年 清照是一个在感情生活上 绝不凑合的人 刚烈不屈 宁肯受皮肉之苦 也不受精神的奴役 一旦看穿对方的丑恶灵魂 他便表现出 无情的鄙视 和深切的懊悔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唯以桑鱼之完景 配自掌筷之下彩 对于李清照这种 敢爱敢恨的个性 我非常钦佩 这位诗词天才 不仅在文学上读书一掷 敢在常人不敢下笔的地方 痛下笔墨 在个人生活上 也是封建时代的棋女子 国断坚强 拿得起放得下 在颠沛的生活中 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气节 人不能把金钱带入坟墓 金钱却可以把人带入坟墓 这场官司 惊动了当时的皇帝赵慎 张汝州被发配到柳州 不久病亡 李清照也随之入狱 幸运的是 由于李清照的名声太大 从庙堂到民间 粉丝众多 很多人为他打抱不平 一个如此困苦有才的弱女子 被投入监狱 于心何人 主持此案的齐崇李 深应军心民意 努力协调 清照只做了九天牢 便被释放出狱 但这件事 在他心灵深处 留下了一道重重的伤痕 李清照与赵明成 没有生育小孩 到晚年 他截然一身 寄人篱下 生活倾苦 人生不止 寂寞不已 他喜欢上了一个 孙姓朋友的女儿 十多岁 漂亮聪颖 一天 他正在服案集书 懂事的小姑娘 帮他倒了一杯茶 清照点头笑笑 将孩子搂在怀中 孩子 记得多学点东西 我老了 你愿意拜我为师吗 没想到 孩子脱孔而出 才早 非女子事业 清照听后 不由的一阵晕眩 原来 多年的坚持和追求 在人们看来 一文不值 自己 仍是一个异类 一个女人有才华 错了吗 她只不过是为了 在这痛苦的人世 找到一个呼吸的出口 用文字 为自己遮风挡雨 一种可怕的孤独 向她袭来 这个世界上 再没有一个人 能读懂她的心 唯一可以与她相伴 永远不会离开她的 是文字和诗词 有些评论家 惊讶于她的文才 总是能用 寥寥数十字 打动人心 他们赞叹道 词压江南 文盖塞北 清照对意境的 感悟力超群 源于她那颗伟大的灵魂 据说 不少人读她的词 居然情不自禁地 流下眼泪 不愧是造进大师 跟一些 擅长舒怀的 女词人一样 她初期的作品 只是练笔之作 当那些人 在沉重的生活压榨下 销声无息的时候 她像一座暗自生长 桀骜不屈的山峰 忽然高耸入云 奇迹都是在 恶运中产生的 她的词 有的前程后继 一泻千里 有的层层涉移 含蓄委婉 有的上情下景 情景交融 比如 花子飘零 水自流 一种相思 两处闲丑 再比如 此情无忌可消除 裁下眉头 却上心头 特别是那首 喝着血雨泪的千古绝唱 声声慢 极尽沉郁七晚 主要书写的 是她感情生活的痛苦 和对国家民族的忧心 她像一叶孤舟 在风浪中 无助地飘摇 郭氏一难问 家事怕再提 只有秋风扫着黄叶 在门前盘旋 晚年的她 郁家思念王夫赵明成 她茫然地 走在杭州深秋的落叶黄花中 用尽全身力气 吟出这首 声声慢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七七残惨 七七 炸暖欢寒时候 最难将洗 三杯两盏 三杯两盏 三杯两盏蛋酒 准滴她 晚来风急 咽过夜 正伤心 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催损 如今 有谁看债 守着窗儿 独自 曾生的黑 梧桐 梗间细雨 到黄昏 点点滴滴 这次地 怎一个 愁自了得 有的人 将一辈子 过成了 破败的旅店 唯有他 将人生 过成了 辉煌的宫殿 优优独播后 感谢观看